三個女人在DR醫學美容集團 接受靜物輸液療程後出現敗血性憂黑 情況仍然危殆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指 有關的療程明顯是醫療程序 必須由註冊醫生進行 在這件事件上沒有灰色的地帶存在 高永文指 醫委會非常重視醫生與美容公司掛鉤是否有問題 警方亦正跟進調查 但暫時不評論能否追究集團的責任 醫學會就指 醫生專業守則定明 若醫生與美容集團有利益關係 醫生最嚴重會被永遠吊銷牌照 但舉證不容易 是親屬 謝鴻興又表示 醫生在醫療程序中 必須因應病人的需要 而作出對病人有利的醫療決定 如果醫療醫生根本是 包括打一些當時不應該用的藥 當然是否應該有醫學專家去判斷 如果被注射一些不應該用的東西 注射人體出現問題的話 醫生可能要面對刑事責任 至於今次事件 謝鴻興指 由於未知由哪一位醫生做療程 醫委會難以更進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周靜民報導 請問當音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